大家好 欢迎来到废话交易 上个星期 我们做的那个 你采访我那几个节目 得到很多人的表扬 有 好 非常多 都说你表现得好 也说我表现得好 好好好 以后我再跟你讲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别的 不是我们上一个视频的 是我发的别的图片上面 就有一个人 其实你是有解释过 不过我希望你再讲一次 他就说 不要教小孩子做交易 因为交易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想看看你的意见 你觉得交易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吗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以后我们不知道 对 我现在 到目前为止做了这么做 对 我现在交易 不是 你说痛苦 不是痛苦 因为 但是 给我来说 因为我每天只做两天 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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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两个小时 和我也有 就是 我现在做的 我还没有感觉到痛苦 但是我是 好像别的感情 但是像如果我是紧张 还是有 我的那些 我的那些 也不算痛苦 这个紧张也是 好像也是好像 正常 正常 不是像 像有时候 人会说 你紧张就是 就是痛苦的 但是这紧张 好像是好紧张 对不对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有什么可以发生的 也什么也可以输的 就像这样子的 因为我只做两个小时 我还有别的班有上的 我还有网路上跟朋友玩 还有很多这些别的东西在做 读书 也是读书 对 读书 所以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说痛苦 是因为他们觉得 你做这个会上瘾之后 就24时 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你现在是两个小时就不做了 那么你两个小时不做 是你 你会觉得是说这样子 at least 我是非常鼓励这样子的 因为不需要做这么久 做两个小时 那么我在看就是说 你现在做两个小时 是因为你的兴趣还不到 还是你也觉得这个方法好 所以你就做两个小时 这两个 一个就是 not very exciting so I finish that's it 呃 就来这两个小时 就是我们一开始 就是每次做两个小时 如果我们要弄长一点 也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是两个小时 我就是习惯这样子 和如果就给你说的 人人觉得会24小时在交易 呃我小时候 我是看到我爸很多 就有那以前的时候 交很长时间 很少睡觉的 这个所以我这个 我小时候都有看的 看过的 以前不知道他在交易 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像这样子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现在做两个小时 是自愿的 就是说不是说你是说 比方说这边有的很重要 就是说你那两个小时之后 你就clean 就是所有都没有没有仓位了 就是no open position 对对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会让你就说你不用看着嘛 对 那我以前他刚才讲到的 我以前的就是 又有open position 又一直交易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痛苦 那么现在我跟我儿子分享的这个方法呢 应该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那个痛苦的感觉 对不对 对 可以这样子 这个想回答大家 简单的来说就是说 如果你做交易可以把情绪控制的好 在交易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交易 只在那个时间上交易 after that 你就玩读书做什么 是完全你的脑袋里面都不会在 就说我有一个position what's going on 你又假设一下 如果你有open position的话 open position就是肯定 不交的时候还在想 肯定的 我也是我有两个小时 但是我的天就是两个小时交易 做功课上班运动 所以我有别的东西 已经set out 我要我自己要做了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他不是只做一样事情 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有不一样的兴趣 对 不是只是做这些都是 这个真的是 你们真的是有福了 如果我自己还讲不出这么多 我儿子讲的这些是 相当之对各位会有帮助的 所以刚才听到了 就是说如果有open position的话 绝对是做什么都不舒服 我有一次我们是paper trade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一次我出门 还有open position 我出门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看电话 看如果上下 那时候也不是争钱 那时候也是假的钱 都已经像这样子 都已经像这样子 对啊 好了 好了 今天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我们也不想算大家多的时间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问 问了之后 我一般都会 请我儿子回答 或者是我儿子会问我的东西 我也跟大家回答 那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应该讲够了吧 差不多了 那好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下次见